嗨,大家好,我是永恬 然後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Ghoststar這間生態的東西 其實是一年的經驗 那Ghoststar是 因為我們在做的叫做智慧安全帽 然後它的處理就是安全 然後跟手機也有連結 就是跟手機是更加安全帽的連結 然後最後就是Style-ish 就是大家如果有接觸這個實驗 好像已經做了什麼R-Live Show以後 其實他們的Anthony會是一個品牌的主向 那其實這些Anthony都是台灣的鏈場常做的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 台灣知道台灣的鏈場很好的品牌 那這個是Ghoststar的經驗 然後再來就是我就是 因為這是我唯一一張 跟我們公司比較有連結的照片 所以就像上間照片的 那我叫Fyre有其他大家也可以叫Fyre 然後我是工商的軟件是切軟件的 所以就是跟Easy一樣 在我從大範圈的課堂通過 就會有看過這個程度 然後我自己也在 我在大範圈的時候先挺像 創業創業學生 然後再選擇一次 就是剛那個庚服 就是James 我們之前在做其他公路 所以他可以這樣直接看一下 那我只要創業之後 算是我接觸新創的一個契機 就是我開始接觸這個產業 然後開始了解這個產業在幹嘛 但是也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說 其實學校跟實務上面 還是有非常大的距離 那所以也是我進入Golscop 當一年的Internet的開始 就是我希望可以更了解這個產業 那進入之後真的發現 其實跟學校交給我 我覺得他有非常多 那等下 但是我後來我在就是前陣子 4月中的時候 我開這門 那等一下會不會跟大家解釋 會起來 那所以可以 那我因為今天這個重點 不是這種公司的產業 所以我用很快的一個 我們小小的短片 讓大家知道 這我們在公司的在做什麼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安全帽 它有一個它會顯示器 然後上面會顯示一些 你在騎車需要的資訊 像是速度啊 導航 然後地圖路線的時間等等 然後其實它原本是有背景音樂 它背景音樂是鋼彈的音樂 但因為我們都是一件 蠻窄的一件物質 那因為畫板 你會被迫 因為那個背景音樂就被撤掉 對然後可以看到就是它 它其實是有兩顆進來的板 然後你可以看到你的 耳機上面有的路況 然後就是都只能丟到一點介面 這樣然後你可以聽音樂 然後可以直接拿耳機 然後等等 嗯 好現在是沒有音樂的一個狀態 然後來點顯示 就是你可以用聲控的方式 高分以後說 欸我要接聽做 一掛到這個門店 嗯 對 好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之前這個安全都在做什麼 這樣 那 嗯 那其實剛剛 鬼條我們公司是一間蠻窄的 然後其實我自己個人就是 才好 所以我在公司有點 可可不 就是有一次去年在我們在吃那個 春酒的時候 另外一天我有說 太母親你 你小時候有沒有看過漫畫啊 然後我那時候會覺得很嚇 不是說 這世界上的漫畫不是只有雙眼漫畫嗎 這樣 然後反正就是 我們公司文化大概就是這樣 對 然後 我剛進去這間公司的時候 這間公司還沒有成立 所以 我進的這間公司幾乎是 從零到一九個月 那 這次我們一開始在 我們一開始開會的地方 就是 這間大樓的B1的美食街 所以我們吃了兩個月的漫畫 然後我們在美食街的一張桌子上面開會 那其實 當我同學問到說 你等一下去公司 去洗洗去那裡 其實說 我要去那個一個擺貨 上一張美食街 然後覺得我進來一個詐騙子 那其實 其實我們公司是真的有在做事情的 所以我 在公司做的最大一件事情 就是 貼了我們的安排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他有非常多的線 就是他只是一個 可以說 這個 這個 就是它是在量產產品之前一個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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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 generating 就是我們剛剛那裡我們影片 然後你可以聽到音樂 主要是用來展現就是 這盎 etiquette 或是它是有机会的牵引支持 对那 呃其实这个 这真的是我在呃 这间公司里面开始做的 最呃 呃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那时候找车行 然后去找车行老板跟着这个东西 然后我自己不会骑车 事实上我们公司没有人会骑机车 可是都是一个机密 但是但是真的是呃 所以我们公司在这个时候 就没有人会骑机车 就真的非常有趣 那呃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被钓得非常非常的惨 因为我真的是玩车 不是一个玩车不等机车的 那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跟着我们老板在做DEMO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他们在就是DEMO学到的东西 转化到他们下一次的设计上 所以呃 逐渐内化成一个像是会骑机车的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对那大家不要担心 对这颜色就是有经过测试就是 会经过测试然后才上市 对大家不用担心安全 对 所以先再轻轻一下 嗯那然后 然后接下来是 呃我在这边公司做的 呃第二件事情是设计 那只是我自己不是设计被你出生 但是我进到这边公司以后 我其实蛮庆兴趣 我会Photoshop跟 呃 Ellustrator 那这两个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学的东西 因为呃 在一间新创公司里面 最 特别的事情是因为人很少 所以你必须什么事情都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大公司时期里面 不太会碰到的呃的定论就是你必须当 当就当自己是一个呃 标配方权的 所以那我刚刚就是就是做到那算是BD B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工作 然后我又做了设计 那其实这网站不是我设计的啊 就是没有我把这网站外方给呃 另外一个设计师 然后我是负责做一些像是呃 图片的产出啊 然后去买那样的卡 然后把这个logo取备放在这边 然后去买考一些位置 那我的 在这间公司的工作上也是很常在 对 对 嗯 那是 嗯 这我们公司里面是比较有美感的 对 然后又是 我又是会用美外景的人 所以 我这一次我觉得我蛮庆祝自己会这些东西 不然我在这间公司其实 没有所谓呃 自己的定位跟价值 这件事情就好像是一件非常挫折的事情 对 那但是后来 后来就是我们在 嗯 公司的最后几个任务后 没有办法这样做 但其实他说 嗯 其实他那时候找我进来也 也并不是因为说 嗯 我会这些ride 那 呃 因为他的 他的 他的态度是 就是 他 呃 对 可以给你 擅长 跟不擅长的事情 都会让你去做 所以 其实这 嗯 我只能说他这一个潮城 就是他这公司 给我赔完 这个机会 哦 对然后 嗯 所以说 这一顶按头帽是 有些那个时候 我们花了 三百万 还是六百万的做这个摩托卡 然后 几乎把我们公司的钱都烧光了 然后 然后 但是公司却让我带着这些公司 就是唯一的资产到路口 那时候我觉得是就是 有一种生负重量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 就是身为一个inframe 可以带着公司最大的资产到路口 对 对 那 所以我 如果说 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心得 就是在 呃 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要找到 自己的一个 一个定论 然后 嗯 你才可以一直在这个位置上面 有比较大的 有贡献 然后 接下来是 呃 算是第三件事情 就是marketing 那 这算是难得说 我的 学金有牵手上关系的 但其实 我相信跟大家 在平常办职业 或者是办活 其实学到东西差不多 你就是 每一天发文 然后每一天早期才发 然后那其实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专业 那其实上面 不会有一些内容的厂 那 那时候我们的话 就这个专业的 定义就是 呃 这样 真的 非常有兴趣的人 真的 会很喜欢这个专业 所以大家就是这样 那刚刚那个 那我大概有 有提及 就是 这个专业其实它已经停摆很久了 那 原因是在于 呃 因为我们 这个专业就刚刚是去年 十一十二月的时候 上 那然后 因为那时候我们 用钱 他修完嘛 就是用来 做这个专业帽 然后发我们的薪水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上 支支平台 跟就是 跟大众 呃 募集资金 把这个专业做起来 因为硬体创业是需要很大力的 其中的 一定能做的 嗯 对 有很多东西点 嗯 那 可是因为后来我们 我们目高 我们像所见目高前的 所以 呃 我们就 呃 决定先让这个专业先 呃 先让他研发 然后等他准备好再上 所以呃 就我目前 我们的手机应该是 今年七八月 过的 是九月的时候 他会重新再跟大致 那到时候 他就会是一个更完整 而不是 刚发到非常多线的 对 对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团队 这个是 这是我 然后最长一点 基础是我们老板 哈哈哈哈 然后就是我们的 呃 CEO 他是可以 就是非常细心的人 看是 看是我的一个仿样机 然后就是我们的呃 CTO 然后就是我们做 Marketing的人 然后就是我们CFO 然后是另外一个医生 他呃 他那个时候 我觉得他呃 呃 也不能就欠你了 就是他那时候在我们公司 就是负责写网站 所以那时候我当然 当然会比较的人 就是他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 天啊 我就是在公司 我不知道在打吧 不知道在干嘛 就是要我们的挫折 那然后我会摆出这张图示 我想呃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在 呃 因为从刚刚 大家应该就可以听 后来我们的产品 都从来没有上市过 对 那其实这个就是 对 这件事情是 是对的 所以后来 我们做BB的人 他走了 那因为就是我们 呃 做产品都没有上线 所以呃 其实他是不是有事情 没有那个业绩可以照看 那那个时候 呃 老板人讲了一句 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话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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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其实也一直 呃 影响我 到现在就是 在学校园的时候 做专案做人事 一直 一直告诉自己的话 就是 老板说其实是一个 非常看重员工的人 但其实我蛮 呃 我不是说后悔一件事情 又我觉得蛮可惜一件事情 是 我离开前一个月的时候 他会每 我们每个礼拜一 就是拍会 然后每个礼拜 就是拍会完之后 他会找每一个人 忘啊忘的对话 那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就是你看 一个老板 因为一个人 那当然 那时候我们只有六个人 所以就花大概 六多 十分钟十分钟 都做这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 后来对我们评论 已经很大 大家可以进去聊 你知道我们 呃 我们需要的东西 跟我们在享受 对 好 最后做一个非常 随便的总结 就是我在这间公司待了一年 那其实老板给我们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待遇 是一个月 呃 一个月二十二天 那 呃 所以这件事情 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 也是我在离开公司前 有个老板在谈 就是 我那时候 呃 因为说在一起就是 呃 其实我对人生 好像一个后悔 是一个对 BD跟 跟Marketing有兴趣的人 所以 其实我在这间公司 做很挫折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对 呃 这两样事情没有兴趣 那 呃 就会变成是跟我这两个话 是相违背 等到大家 有没有懂 这个意思 嗯 那时候 老板给我的 一个建议就是 在我寻找大广公司的建议就是 就是 心选 就是 我觉得其实是新矿公司 就是 呃 可能大公司你可以 呃 一个小时拿120天 聊很多东西 但是你在新矿公司 不可能一个人啊 聊啊 或者不是你没有学到东西 所以我觉得薪水其实是一个非常 搞工作非常好的一个 评断的标准 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间公司对 人才的重视程度有多少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 使用办公室 我们搬了餐 那其实 我们 我们老板最成功 成功创业的定义就是 呃 办公室楼下的柜台 有个拉拉对小子 那 然后所以我们办公室 从美食街 然后搬到CLBC 就是一个办法工作公司 然后搬到 动靠栏栏上面 直接可以看到 一个营业办公室 那其实从这部分 就看到这个公司 是更会成长 所以他们的营业 目前是零 就是我们全会资金 都是从 呃 就是创业那边 拿来的 那我觉得 呃 其实这一件事当中的也是 一件非常难的 一个事情 然后最后就是 平均年龄 次26岁就是 就是这一间 非常非常新 然后公司文化 很新的一个地方 那我主要是 对我就是 第一份工作来讲 是 呃 我没有很幸运 因为 因为我跟公司文化很接近 就是说 我看少女方的话 就是我还是可以跟公司 很详细的很 而且不用打卡 然后我就是穿这样上班 然后 整个公司的气氛是非常好 那所以 以上我大概就是 分享我们 在图档公司的 呃 实际经验 然后跟一些 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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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谢谢永晴 然后如果等一下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交流的时间 跟永晴交流 那我们请永晴来分享 是希望大家可以 看看自己以后选择 实习的路 其实并不是那么窄 就是并不是只有 我听过的公司我才去 其实在新创公司当中 你可以学习到很多 跟在大公司里面 学习不到的东西 就像永晴刚刚讲到的 会有很多机会 擅长跟不擅长